自己可能因此丧命 他们仍然选择冒险救援 其实日常生活里到处都是英雄 我跟我扮演的警察威尔讨论 他告诉我 他不过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而已 也就是说 从断岩残地里被挖出来的警察 并不认为自己就是英雄 这两个警察 是怎么熬过弟弟的24小时的 他们和妻子的感情 是重要的生命线 马基·吉伦霍尔扮演威尔有身孕的妻子 电影通过特定人物的亲密关系 来说明一个非常重大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 导演奥利弗斯通从人性 而不是他惯用的政治角度切入 非常出人意表 这些警察的妻子所受到的煎熬 跟他们的丈夫是一样的 他们必须接受死亡的威胁 对他们来说 他们跟他们的先生一样 面对死亡非常勇敢 玛丽亚贝罗扮演麦克洛克林警官的妻子唐娜 作为警察的妻子 唐娜不允许自己往坏处想 如果你每天都在担心丈夫会死 你怎么活得下去 一直到唐娜看到自己的哥哥上门 他终于崩溃了 他问他哥哥 你有坏消息要告诉我是不是 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子女面前失去了控制 他哥哥告诉他 麦克洛克林被证实进入了世贸中心 当救援的警察和消防员在废墟上面 爬进地面的洞口前 留下向亲人告别的遗言 这样的英雄行径必须表扬 人们应该知道他们的勇敢 我们两人跟世贸中心的高楼相比 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今天我们还活着 要归功于许多给我们爱与支持的人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只要有人爱有人支持 你可以克服任何困难 劫后余生的麦克洛克林 是警察和消防队员组成的人墙运送出来的 他们用当初真正参加救援的人员 拍摄救援场面 增加了影片的正确性 我被电影角色所表现出来的爱 一种积极的人性的精神 所深深的感动 这种爱为今天混沌不清的世界带来了很多的希望 它让你对人性的善良怀抱期望 当然从票房收入看 更多的美国观众选择了赛车喜剧《王牌飙风》 威尔法雷尔扮演赛车英雄瑞奇鲍比 他和同年好友卡尔运用声东及西的合作手法 在赛车跑道上所向无敌 当瑞奇发生意外 自以为下半身瘫痪 耗费好友多少口水都劝不醒 他选择了痛苦的自我觉醒 法国赛车高手杰拉德向暴比挑战 好戏在后头 《王牌飙风》是一部美国式的无厘头闹剧 融合了传统的闲鱼翻身模式 和法雷尔独特的搞笑风格 扮演卡尔德是演技派演员约翰西雷利 他相当强镜头 《王牌飙风》是部消谈话气的笑闹片 如果你喜欢法雷尔以前演过的《王牌播音员》 那么《王牌飙风》应该不会让失望 美国的AMC电视频道 今年暑假播出的迷你影集《断肠路条条》 取景的地点和李安的断背山相距不远 不过时间却要倒转一百多年 断肠路条条讲述的是西部牛仔 和被拐卖到美国的华人少女之间的故事 以下就是美国文化统记者国福 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断肠路条条跟李安的断背山一样 在风景壮丽的加拿大境内的洛基山脉取景 尽管这两部电影的故事背景 其实都在美国的西部 导演霍尔特·希尔曾经赢得艾美景 我们试图让场面看起来很大 而电影的预算却不多 只有1400万美元 我们一共拍了45个工作日 我也觉得电影的场面相当的壮观 断肠路条条的两个男主角 都有牛仔的经验 英国人有莎士比亚 而美国西部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莎士比亚 断肠路条条的故事发生在1897年 两个牛仔从俄勒港州赶着500匹马到怀俄明州 中途拯救了五个被人口贩子拐卖来美国的中国少女 他们正在被运往西部的矿场 将被强迫当机 金像奖影帝罗伯特·杜瓦尔和曾经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托马斯·黑灯·切奇 扮演这两个牛仔 其中他们是舅父和外甥的关系 却因为遗产问题而产生了心结 舅父瑞特邀请外甥哈特帮忙牧马 结果衍生出一段路见不平 拔枪相助的故事 关于19世纪中国女孩被拐卖到美国的问题 在华人移民史上记载的并不多 来自新加坡的华裔移民杨时贤 扮演电影中的《三福》 这是重点 就是因为没有人注意到这段历史 我们更要谈它 在美国传统西部的历史里 有一条中国的纽带 我想人们会感到惊讶 他们会从这个故事来认识历史 短长一步迢迢的剧情 虽是虚构 却反映了史实 当时有个了不起的女子 叫唐纳迪娜卡梅伦 她在旧金山的华府和警察合作 拯救沦为娼妓的华人女孩 短长路迢迢里的女子 诺拉的角色就有卡梅伦的影子 诺拉照顾五个饱受惊吓的中国女孩 但多数被拐卖到美国的中国女孩 没有这么幸运 当时被卖到美国的中国女孩 通常活五年就没命了 最常见的死因是自杀 其次是暴力 然后是疾病 世界上有坏人也有好人 电影里的三福 遇到了两个好心的牛仔 她悬在半空的一颗心 总算放了下来 心想 这世界上还是有好人 好人不分种族和国界 两个牛仔并不是正义天使 他们也经过一番道德上的挣扎 最后才做出正确的决定 牛仔是硬汉 却必须处理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到的非常情况 他们不是社会工作人员 面临许多紧急状况 一般来说都算是熬过了 加拿大的华裏演员奥利维亚陈指出断肠路条条的普世价值 他扮演遭到蹂躏的野风 一些恐无有力的牛仔硬汉和一群来自世界另外一个角落 不同文化 不同语言的女孩 间列了感情 他们自成一个团体互相照应 通过蛮荒的西部 在残酷现实的大西部 诺拉和普林特的感情耐人寻味 在这部牛仔电影当中 我们看到柔情和女人味逐渐散发出来 被男人伤害的诺拉受到普林特的绅士风度感动 内心开始解冻 我认为美国西部史比传统的好莱坞电影所描绘的要更多元一些 这是无可否认的 我并不打算纠正这个问题 而是通过自己的电影 用虚构的方式来说明被忽略的历史 希望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相逢何必曾相识 同是天涯沦落人 短长路路迢迢 尽管瑞特和哈特选择了艰难的道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